我们现在讲函数在无穷远处的极限 就是Limits at Infinite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说X去今正无穷大 Fx这个是等于L 它的说法就是我们X不断的增大的时候 我们说X increases Without bound 这是不断增大 Fx can be close 我们说X无限接近于L 我们说是可以任意的接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在这一 Fx的Limit 在当X去今正无穷大的时候 它的Limit是L 那么同样的话我们说X去今负更大的时候 Fx等于L 它就表示X不断减少的时候 无限减少 无限减少 这是它的定义 那我们直观上我们可以这么写 那我们知道 当X去今正无穷大的时候 X分之一 它一定是等于L X去今负五穷大的时候 X分之一也是等于L 我们可以看 一万分之一 一百万分之一 一亿分之一 一兆一分之一 那么越来越接近0嘛 那我们在 在这个高中我们也学过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end behavior 一个函数end behavior 我们知道1的X方 当X去今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是正无穷大 而X去今负无穷大的时候 1的X方 这是等于负无穷大 那我们从图形上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1的X方 那么当X不断往左边走的时候 它无限的接近0 那我们有这几种 我们是经常是知道的 我们已经 这些是已经 我们已经知道的结果 那我们怎么样计算 那我们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得出 当然有时候我们有些 我们有些东西 我们是要 要知道 就是例如说 有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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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rational function 它的一些end behavior 那我们用立体来说明一下 怎么样做计算 如果是有理函数 那比较容易 我们只需要比较它们的这个Degree就可以了 X区间真无穷大 X加上4X立方 这是1-X平方 加上7X立方 那我们知道 当X区间也无穷大的时候 X立方 比X区间无穷大的速度更快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只需要 我们看一下分子分母的最高阶都是 X立方 所以我们只需要除以X立方 我们就 我们就知道结果了 除以X立方 这就是X平方分之1加上4 这是1-X分之1加上7 那我们用 刚才讲的X分之1区间0 当X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那么X平方 一样的也是区间0 X平方分之1相当于是X分之1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用以前我们讲的Limit Loss 那么这个肯定是区间0 这个趋劲 这个趋劲 这是X立方分之1 这个趋劲0 这个也趋劲0 所以结果等于7分之4 那我们可以看他们的接就可以了 那如果X趋劲于真无穷大 例如说 X-2 X平方加上2X加上3 那我们看一下分母的接是X平方 分子的接是X 所以我们除以X平方 这就变成X分之1-X平方分之2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X平方 就是1加上X分之2 再加上X平方分之3 那我们看X分 X分之1 X平方分之1 都是趋劲0 所以分子趋劲于0 而分母趋劲于1 所以结果是0 那么第三种情况 如果说X趋劲于正无穷大 X趋劲于正无穷大 那3X立方-2X加上5 这是2X平方加上7X-1 那我们可以除以分子的最高阶 也可以除以分母的最高阶 我们除分母的最高阶嘛 那就变成2加上X分之7 就是除以X平方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X平方 就变成3X 再减去X分之2 再加上X平方分之5 分母趋劲于2 而分子是3X X是趋劲于正无穷大 所以结果是正无穷大 正无穷大 正无穷大除以一个常数 它仍然是正无穷大 那我们当X趋劲于负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 我们稍微要注意一点 例如说这是X立方 加上5X平方-7 这是X平方加上3 那我们同时除以X平方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X平方 这就是1加上X平方分之3 而分母是X加上5 再减7 当X趋劲于负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X是趋劲于负无穷大 那么负无穷大除以分母趋劲于1 所以这个是等于负无穷大 那对这个有理函数 我们有这样的结论 如果函数FX 它是等于PX除以QX 分PXQX都是多项式 那么第一种情况 如果PX的J小于QX的J 就是它们最高J的系数 那么FX它一定趋劲于0 当X趋劲于正的或者负的无穷大的时候 它是趋劲于0 那如果说PX的J等于QX的J 那么FX它趋劲于它们最高J的那些系数之比 其中PX如果我们可以写成ANX的N加上AN-1X的N-1 QX写成BNX的N加上B的N-1X的N-1 加D-1X的N變成A-1X的N-3 加上A-1X的G自拥操 加上A-1X 加上A-1X的N-1X-1 Px的J大于Qx 那么Fx趋近于正的或者负的无穷大 那我们要具体看这个情况 像我们第四个体 我们是趋近于负的无穷大 而第三个体是趋近于正无穷大 那我们要最后要看其中情况 综合考虑 这是有理函数的情形 那么还有一些 我们也可以直接比较它的 比较这个分子分母的J 那么X趋近于正无穷大 但是有根号 根号下 5x平方减2 这是x加上3 那这个我们怎么算呢 那我们看根号里面是x平方 那么实际上把根号打开了以后 就实际上是x的一次方 而分子也是x的一次方 所以我们把分母 我们提个x出来 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先提个 我们可以这样子提 我们提个在根号里面提个x平方出来 我们在根号里面 提个x平方出来 就是5减上x平方分之2 然后是x加3 然后我们把根号x平方拿到外面来 把根号去掉就变成了 这是x乘上根号下5减上x平方分之2 x加3 因为为什么它实际上是这种根号下x平方 我们根号两个可以一样的吗 可以拆开的 如果是相乘的话 那这变成x乘上根号下5减上x平方分之2 这是x加3上3 好 x去进真五胸大 然后我们分子分母同时除以x就可以了 分子就变成了5减去x平方分之2 而分子就变成1加上x分之3 那么分子趋近于根号5分母趋近于1 所以结果是根号5 那这里我们所需要注意的 这是根号下x平方 它在这里我们直接是等于x 但是通常的话 根号x平方我们写成x的绝对值 这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x平方始终是大于0 你开根号也是大于0 当x小于0的时候 我们就要变成负x 这个是要尤其注意的 那我们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表达是 就是x如果去进负就大 它的表达是就完全不一样 这是x加上3 x去进负就大 那我们这个提个x平方 一样的5减上x平方分之2 这是x加上3 我们把x平方 我们把x平方写到外面来 根号下5减上x平方分之2 这是x加上3 那我们要知道根号x平方始终是大于0的 那我们去掉根号以后 这就变成了负的x 因为x是去进负无穷大 它x本身是小于0的 但是根号x平方是大于0的 就是我们要应用的这个公式 根号x平方它是等于x的决定值 那么再乘上根号下5减上x平方分之2 除以x加上3 然后跟我们上面的计算的方法一样 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以x 所以等负的根号下5减上x平方分之2 然后是1加上x分之3 所以这个等于负的根号5 这是关于正负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那去进正五穷大 去进负五穷大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有根号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们还在看另外一种情形 刚才这前面我们都是比较接 那我们如果出现了 无穷大减无穷大的情形 x平方加上x减去根号下x平方解x 这两个当x趋近正 趋近于正无穷大的时候 这两个都趋近于正无穷大 但是它们都是根号 那我们就用有力化的方法 Rationalize 那就变成根号下x平方加上x减去 根号下x平方减x 我们给它们乘上一个 我们给它们乘上一个根号下x平方加x 再加上根号下x平方减x 那么乘了一个 那我们同样要除一个 就是根号下x平方加x 再加上根号下x平方减x 那把分子展开以后 那把分子展开以后 加上根号下x平方减x 这是趋近正无穷大 要注意这是趋近正无穷大 那么同样的话 像我们第二个立体里面 我们把根号里面提个x平方出来 那么就是拿到根号外面就变成x 这是1加x分之1 再加上x 根号下1减x分之1 这是2x 有公因子2x 有公因子x 我们把x约掉 就变成2 这是根号下1加上x分之1 再加上根号下1减x分之1 所以结果等于1 分母是根号1加根号1 分子是直接是2 所以是等于2分之2 那这个如果说x是趋近负无穷大 我们也要注意 那么根号下x平方加上x 减上根号下x平方减x 那么这个极限 那么就是等于负1 那我们就是在这里提x出来的时候 它是负号 这是我们用有理化的方法来计算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些函数 例如说有e的x方的 这是e的x方加上e的负x方 e的x方减去e的负x方 当x趋近于正无穷大的时候 e的x方是趋近于正无穷大 而e的负x方是趋近于0 所以我们也想比较前面比较它们 compare它们比较它们的最高阶的 比较它的无穷大的阶 比较阶的时候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除以e的x 那么同时除以e的x方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1加上e的负2x 因为e的x分之1除以e的x 这是1的负x 这是1减上e的负2x 所以结果是1 那么如果x趋近负5穷大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注意 x趋近负5穷大的时候 负x则正无穷大 x是负5穷大 所以是e的负x方 是趋近于 e的负x方 它是趋近于正无穷大 所以我们要 而e的x方是趋近于0 所以我们同时除以e的负x方 也就是说 同时乘上一个e的x 所以是e的2x加上1 这是e的2x减1 但是我们知道 e的2x是趋近于0的 因为x是趋近负5穷大 所以这个等于负1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些方法 基本上就是我们 求当x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它们的极限 它的基本的求法 好 那这一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再举一个例题 有一种很特别的 有一种很特别的 看起来很复杂的 x趋近真无穷大 这是2x加上5的30次方 这是3x减1的20次方 这是5x加2的50次方 这种比较方法 那这种我们看起来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当这个 这是30次方 这里面是1次方 也就是说最高阶的 也就是x的1次方 x1的4次方 然后30次方 就相当于是x的30次方 而这一项相当于是x的20次方 而这一项是相当于x的50次方 所以我们把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x的50次方 就是2x加上5的30 3x加减1的20次方 再同时除以x的50次方 这是5x加2的50次方 再除以x的50次方 x趋近真无穷大 那么把50次方前面有两项 我们把50分个30和20进去 就变成 就是除以x的30次方 这里就变成 把x的30次方拿到里面去 就等于是把里面除以x 所以是2加上 所以是2加上x分之5的30次 这是3加减去x分之1的20次 这分母就是5加上x分之2的50次 然后我们看分子 看分子分母 那么分子 分子去近于 我们把x分之5去近 x分之1去近 我们都算进去 结果就是2的30次 乘上3的20次 除以5的50次 这种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做法 这种类型的 那我们举这么一个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求 x在无穷远处的极限 它们的通常的做法 是3加上根 6加上 2加1 加1 2加1 2加3 谢谢大家